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来看这三个月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有录音为证 这个案子现在有心要办吗 严压两个月到底是要司法调查还是要做的是政治动作 来看这则报道 凌晨12点 林医市被押送上真房车准备移送看守所 还是那件已经穿了两天的蓝衬衫 因双手上靠无法自行系安全带改由法警帮忙 20分钟后抵达看守所 尽管特地戴上口罩遮住大半个脸却难掩狼狈样 林医市两眼空洞眉头伸索 原本想以认罪换得免压 但积压亭从2号下午3点开到晚上10点长达7个小时平易 法官仍应他最嫌重大 避免串供灭证之余 裁定积压境界两个月 如果严压最常会在看守所待上4个月 如果真的有这一种一刀毙命 可以让整个真相都马上还原着录音弹 我真的拜托他就赶快交给检调单位来做处理 从喊冤呛呛瞎 自信人全身而退到扶手认罪 林医市五天转折言很大 认灾关键就在于检察官出示三大证据 长达66分钟的录音光碟 林医市三大证据 就要给你吃饭 我的 routine 来 你们记得身体规则 你需要说是 你从什么情况 刚才办 三大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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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午 并且 四三二三 三三三三二三 那我来午茶 我来午茶 来午茶 谢谢 那你什么 你什么 不认识 其實我們要來掌聲一下 掌聲 這次我看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八個三、八萬 你整個就多了 所以你給我一個工作 就是八站 以前這種的手發展 你剩下還是八站好 就是這樣 你平常是在處理這樣 八、三、八人 他在看你呢 他在那時候 剪掉從高雄查扣林一世跟中聯帝永的疑似合約草案 還有記事本的神秘數字 讓林一世一刀斃命 當庭坦承兩年前收受六千三百萬匯款 對於今年所會八千三百萬 則餘帶保留 好透過當選錄音 讓觀眾朋友再次回顧一下 我請教的是博文 扮三個貴 特徵組現在辦出什麼 林一世案我覺得已經畫下一個紅線了 你要期待他延壓期間能夠辦什麼 其實主要看他偵辦的動作 我們看林一世延壓 目前已經大概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林先寶一樣沒有約 相關的 大家覺得說會往上發展 整股肉質也都沒有約 你有看到國民黨或藍營哪一個立委 當時人家說 南部有一些立委 有一些地方人士等等 會繼續延伸 我們目前也沒有看到說 比較具體的發展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已經畫下一個紅線 那林一世案到最後 我的這個判斷是 到最後連起訴恐怕都會讓大家跌破眼鏡 因為3323我沒有拿 3323我就騙他 我是詐欺 我前面拿的那筆 我不是在當行政院秘書長任內做的 我是當立委 立委難免有一些人情官說 如果這個案子到最後這樣草草結束 大家也不要意外 為什麼很簡單 當時大家在看林一世的筆記本裡面 當時透露說 有五位檢察長的人事官說案 當時法務部為了這個案子 這個曝光之後 立刻把所謂的人事評議委員會 立刻暫停 我不曉得說 那五個檢察長現在任命了沒 或者這五個檢察長裡面 有一個就是南投的檢察長 那現在大家看 南投檢察長現在是代理檢察長 所以我也覺得很奇怪 國民黨的鄉鎮市長陳吉貪污 坦白講也不是什麼太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這個市政感覺很明確的事情 為什麼地方不敢辦 如果不是朝中有人 為什麼不敢辦 我簡單舉一個例子講 他就是一個市長而已 可是你看這件事情 我們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有正義感的地方檢察官 一定拍手叫好 為什麼 大家看一下 這個裡面 一周刊寫得非常具體 說 許啊 為了什麼堵住包商的嘴等等等等 匯款紀錄啊 均遭檢調掌握 好 大家再看 他這裡面內文敘述 檢調掌握 線索指出等等 這很明顯是檢調裡面有人放消息嘛 他裡面居氣迷說 喔 這個包商拿了多少錢 許淑華拿了多少錢 坦白講喔 這個事情假設不是真的 假設胡掰亂拍 欸 你邊故事變成這樣 許淑華第一天就去告了 我們今天到現在為止沒有看到許淑華 有採取任何動作 大家再看看寫這個報導的記者 謝忠良 大家如果在新聞界稍微知道的話 謝忠良會隨隨便便寫這樣的報導嗎 我不相信 所以我說這裡面釋出必有因 那我們再看看很奇怪 林義士的案 奇怪 林義士人家也說他跟吳敦義很好 吳門中在地方啊 為什麼能呼風喚雨 欸 他沒有公子也沒有任何的這個 所謂的公權力 他憑什麼呼風喚雨 還不是背後有人 江青良也是呼風喚雨 阿嬌跟他姻親關親也是呼風喚雨 為什麼到最後通通都只射到一個人 所以朝中有人造成了這次弊案 最難辦的一個關鍵點 我擔心林義士最後也因為這樣草草了事 來 戴議員 我們當然希望檢調單位針對任何的個案 不分藍綠 無萬無重 該搬到哪裡就搬到哪裡 沒有所謂什麼紅線 藍線 綠線的問題 就這個個案來講 如果像剛剛博文所說的 檢調單位像醫座刊所報導 已經掌握了所謂的匯款紀錄 或相關的市證的話 那就表示檢調單位有動啊 其實他什麼時候去掌握的 我們不曉得 那在這段期間裡面 我們當然希望也拜託檢調單位 不管你現在是代理檢察長 還是南投的地方檢察官也好 或是相關的這些法務人員 你趕快去辦 譬如說剛剛大家講的 隨家文要不要約談 如果有像週刊所報導的 因為廠商被市政府要求要增加塔位 或者說因為預算被刪 然後要求分攤 要拿回扣要再拿回來 回補一些的話 然後許市長據他們的報導說 他要求他的企業有人 匯款去補這個差額 那如果說這個紀錄 又被檢調單位所掌握的話 那就趕快去偵辦 趕快去約談啊 趕快約談啊 你沒有動作人家就說 因為他在南投 因為他後面有吳敦義副總統 什麼東西都要扯到吳敦義 吳敦義坦白講 他會覺得很冤枉 因為許淑華選上中常委 還不到一個月 我們是八月底 九月底選的中常委 坦白講 他就職不到一個月的中常委 可是因為你這個中常委的身分 人家就會聯想到說 你是國民黨的中常委 你還在南投 你跟王府總統的關係這麼親 又跟江青娘認識 那如果檢調單位 有任何的懈怠 或者說讓人家覺得 你辦案不夠用心的話 甚至在藍綠之間做一個比較 坦白講你是憲無敦於不義 所以我真的拜託 檢調單位你有任何事證 該辦趕快去辦 我們也希望趕快還原事實的真相 其實講得很好啊 可是為什麼藍的案子 都變成是這樣子 所以延壓兩個月的靈異是 是幹嘛 政治包裝嗎 許淑華現在不辦的話 是要幹什麼 所以我對檢調系統的了解 他說沒有行動是不可能的 沒有一個檢查署說 有這種情資印領 所以他連行動都沒有 我是猜有行動 但是上面是不是壓住了 還是什麼問題 不能講 所以等一下 他沒有違法 因為如果他沒有行動的話 大家外界等麻煩 他是不是等一週刊 他有行動了 但是法律上沒有行動 事實上沒有規定說 我檢查官要辦多久 所以外面正義我也沒有違法 你說我沒有傳 我也有去了解 我民意代表 我也有叫來問他 有可能有 但是博物他說的一個重點 連有錄影大 林醫師案子就辦到這樣 這眾人沒有錄影大 結果會怎麼做 大家都知道 是 許司法市長有財務吃錢嗎 我們不知道 我們來看檢查官 你要辦不辦 但是這件事情 討論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要讓觀眾了解 這件事情就是說 地方的政治 絕對管理不開這個定律 基本的定律 黑道 廟棋 派系 絕對管理 你不敢這樣做 都沒辦法管理 黑道的政治要做什麼 當然是離陶 離陶 黑道要控制廟棋 因為信徒有多 賺15塊 大家就來拜拜 對嗎 要本來比較好本 派系就來控制這個東西 這麼有辦法政治站在調 這是永遠不必的定律 所以 地方的政治就是這樣 你現在有發現一件事嗎 小進 馬英九已經年齡到現在 不敢再過一句話的 青年執政 然後道德治國 不敢再說了 什麼原因 因為他年齡的時候 去兩邊走一族就知道了 要叫地方政治改革 黑金 好像沒想要叫他 跟國民黨的東山 拿到海國家一樣 不可能 所以他就去叫台北 他也不用再去 你看五頓他在走的時候 手槍到那裡 斬下去 地方的派 五頓你如果想要選總統 他這個沒有控制條 他要怎麼選總統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我們今天要看 藍頭地錢署你是玩真的 玩假的 其實照這個標準 一週間下這個標準 拿來渡市都是很假的標準 你說一四千萬的工廳 一千六百萬的花褲 還什麼四歲 看他殺到那種 那種成績 你如果叫特徵人家看 好 我們手頭每天都變得不怕 那算是小怕的 所以我就說 檢察長長 你要不要掛一個電話 問藍頭的代理檢察長 這個事情你們到底有沒有在辦 讓大家了解 不辦 你也告訴大家 我們查無證據 等證據再有 我們再辦 大家也了解 你不可以拖 分子我也沒違法 我就一直拖 我要辦到什麼 所以我再這樣決定 你大家就懷疑說 說不定你藍頭地錢署有問題 所以 因為一個是馬的愛將林毅士 一個是副總統的鄉親 藍頭鄉親 這是怎麼樣 如果都通通陷入這個 貪污的風暴裡頭 通通都辦不了嗎 等一下 我們要告訴觀眾朋友 這是一個台灣的 第一次我們看到戴立安 戴立安過去是 遠見 遠見雜誌民調中心主任 他所成立的台灣指標民調當中 首度針對民眾 如果以公民投票 罷免馬英九總統 出現的是 贊成的 比反對的 多了5% 45.7 大於40.7 民眾對於貪腐的厭惡 包括這個治國的無方 這種難以承受之重 這是他們的解讀 我們休息片刻 從這個案子來看最新民調